第十九題 關於燜燒鍋的設計原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內壁光滑鏡面是為了防止熱傳導的熱量散失 錯 我們要做得很光滑 很光滑是為了讓盡量能夠減少輻射 而這不是為了要避免傳導 那麼B外鍋用塑膠是為了防止熱對流 錯 塑膠是熱的不良導體 是要減少因傳導的散熱 同時塑膠是固體它根本就不會對流 C真空夾層是為了防止輻射所造的熱量散失 錯 因為輻射是不需要靠介質的 不需要靠物質的 所以完全不可能防止它 就算是真空它也會有輻射 我們只可能盡可能的減少 真空是因為沒有物質 所以它就可以沒有傳導也不會有對流 所以C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珠是對的 所有的設計都是為了防止熱量傳播 造成熱量的散失 只要我們能夠阻止熱量的進出 我們就可以達到所謂的保溫 或者是保冷的效果 所以悶燒鍋它需要能夠保溫 所以它要減少我們的熱量傳播散失 的散失 所以第四柳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的選的是珠 所有設計都是為了防止熱量傳播 造成熱量的散失 至於 谢谢大家